这是2012年,云南西双版纳戴族自智州抓捕毒贩的真实影响 武警战士们鹤枪实弹地对毒贩进行了包围,还进行了激烈的枪战 在交火中,公安一级英模柯战军光荣牺牲 他在牺牲前还紧紧地抱着毒贩的大腿 那当时抓捕现场究竟是怎样的呢? 2012年2月23日,西双版纳自智州的缉毒警突然接到任务 要求他们前往景洪市某小区抓捕毒贩 这次,他们要抓捕的正是云南地区的大毒销邓双军和潘文等人 根据可靠消息,他们要在今天交易毒品 这次抓捕行动异常凶险,所有武警都是鹤枪实弹 因为这伙毒贩手中持有枪支,并且还不止一把 当天,击毒警的侦察兵陆续进入到了小区中 并且身着便一开始观察环境 来自湖北的毒品买家要在某栋楼的601和毒贩进行交易 很快,侦察员就在601门口查明了情况 并且通知了消防部队准备破门 但民警们经过商量后,决定还是放弃破门 再观察观察情况,防止里面的毒贩狗鸡跳墙 恰巧此时,一名女人从楼下走了上来 警方立刻对她的身份进行了询问 果不其然是湖北人 经过警方的突击审讯 这名女子承认了,里面的正是她要交易的对象 她的男朋友廖某还没来 他们之间有开门暗号,吃芝麻开门 而民警在准备好后,用女子的手机发送了开门暗号 5点50分,601的门成功打开 缉毒大队的副大队长柯湛军第一个冲了进去 但柯湛军刚冲进去,门就被关上了 强出了枪声 武警队员立刻对防盗门进行破拆 但几分钟后,里面已经空无一人 而柯湛军倒在了血泊之中 在送往医院后,抢救无效牺牲 这两名毒贩是从窗户外用绳索逃脱的 邓双军在逃跑的过程中还开枪拒捕 被缉毒警当场击毙 而另一名毒贩潘文则逃之夭夭 随后,警方兵分两路 一路去抓捕廖某,另一路则是寻找潘文 而抓捕廖某的过程很顺利 在他女朋友的带领下 警方很快找到了廖某的藏身之处 对于这些穷雄极恶的毒贩 警方没有一点好脾气 并表示如果廖某不出来 就立刻进去击毙 最终,廖某在女朋友的带领下走出了房间 被警方迅速控制 但对潘文的搜索却陷入了困境之中 直到晚上9点还是没有一点消息 2012年2月23日 西双版纳民警对景洪市某小区的毒贩进行了抓捕 缉毒警科战军重枪壮烈牺牲 两名毒贩一名被当场击毙 另一名则逃之夭夭 直到晚上9点 缉毒警依旧没有找到这名毒贩 所有人都心急如焚 生怕毒贩会劫持群众 根据监控显示 潘文是趁着混乱大摇大摆走出小区的 并且已经逃到了五公里外的嘎萨镇 对此 民警迅速展开了地毯式搜索 整整找了一晚上 最终在第二天早晨9点 成功捕获了藏在香蕉林中的潘文 在这次行动中 西双版纳基毒警缴获了冰毒32217克 以及子弹23发和潘文的制式手枪一致 并且根据潘文的供述 还搜出了藏匿的48公斤毒品 逮捕了13名涉案人员 如果这些毒品全部流入社会 会有成千上万个家庭家破人亡 根据毒贩交代 柯占军冲进屋中后 邓双军和潘文迅速关上了门 并且对柯占军进行偷袭 而柯占军则是牢牢地控制住了潘文 而潘文则是丧心病狂地 用枪托砸柯占军的头 看柯占军无论如何都不肯松手 潘文直接对柯占军的头开了一枪 随后逃之夭夭 柯占军牺牲十年仅31岁 而平时执行任务时 柯占军永远都冲在最前面 并且这次抓捕行动进行前 柯占军刚刚结束了40天的外出任务 柯占军牺牲后 公安机关追授他为全国公安系统 一级英雄模范 并且给他的母亲建造了一栋200平米的小楼 当然 杀害柯占军烈士的潘文 被依法判处了死刑 这起案件中的13名毒贩 也有6名被判处死刑 在和平年间 鸡毒警就是最危险的工作 为了保护社会的安定 他们和毒贩英勇搏斗 为了防止毒贩的报复 许多鸡毒警的身份都是绝对保密的 甚至墓碑上都没有名字 正是因为这些鸡毒警的奋不顾身 我国边境才能稳如泰山 可为何我国云南边境的毒贩如此猖狂呢 视频是2012年 云南西双版纳警方抓捕毒贩的真实影像 毒贩穷穷极恶 一级阴谋光荣牺牲 那么为何云南的贩毒行为与尽不止呢 首先云南位于我国西南边陲 毗邻金三角贩毒走私通道 并且处名昭著的金三角地区 是贩毒和制毒的源头 当地盛产各种毒品 有完整的毒品产业链 从收获到出手 可以进行一条龙服务 其实金三角地区贩毒如此猖獗 也和当时的一伙国民党余孽有关 1949年 我军成功渡过长江天险 解放南京 南京驻守的国民党 开始向南窥逃 解放军最终只追到了一部分 有一些在李国辉的带领下逃到了缅甸 由于这支国军训练有素 缅甸政府几次剿灭都以失败告终 这伙人在当地过得异常滋润 还做起了毒品生意 就是因为他们 金三角逐渐形成了完整的制毒贩毒产业链 随后 缅甸政府向联合国抗议 联合国则向蒋介石施压 蒋介石这才将这伙人召回了台湾 但是 其中有不少人在当地做惯了土皇帝 根本不想回来 就一直留在了金三角地区经营毒品生意 到了近代 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 国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但人民富起来了 总有吃饱了没事干的 不少人就开始陆陆续续沾染上了毒品 由于云南紧临金三角 所以也成了吸毒的重灾区 不仅如此 许多人还加入了贩毒产业链 毒品生意是暴利 成本非常低廉 价格却高得吓人 净利润甚至可以到达数千倍 这就让许多毒贩未知疯狂 即使贩毒是死罪 这些人也在所不惜 1989年时 金三角的海洛因市场 占全球的70%左右 中国也成了毒贩的倾销地之一 而云南毒品猖獗的另一个原因是 中国的国境县太过复杂 并且大多地区荒芜人烟 在改革开放轰轰烈烈进行的时候 云南的贩毒产业也蒸蒸日上 再加上当时我国没有全面进枪 这些赚取暴利的毒贩 非常容易买到枪支 在暴利的趋势下 他们甚至堪比一支军队 而想要抓毒贩 是一件非常危险且麻烦的工作 需要非常长的时间收集证据 从收集证据到实施抓捕 甚至要数年时间 还要牺牲无数击毒警 作为卧底 我国对毒品一贯是零容忍的态度 所以一直对毒贩进行重拳出击 到了今日云南的贩毒情况 已经得到了非常大的改善 但依旧有人为了暴利品而走险 也希望所有人都能珍爱生命 远离毒品 毒品不仅会毁了自己 也会变成打在击毒警身上的子弹 大通 大通